我给大家一个开朗一点的面对 不生孩子这个抉择 并没有错的一个看法 刚好高晓松刚才讲的事情 就印证了我想要讲的这件事 我们人呢 有什么办法把我们人生 此生没有意义这个责任 推给别的事情 通常有两个很好的做法 一个呢 宗教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这辈子没搞好 没关系我们有下辈子 所以你善有善报 二有报六道轮回 然后呢 其他的宗教可能主张死后有天堂 所以不管我这辈子活成什么样 我都可以把愿望寄作在死后的世界 那是宗教承诺我们的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不是宗教的办法 就是生孩子 我这辈子活到烂透了 可是我孩子有希望 所以为什么自己没有读到大学 没关系 我小孩读到大学就行了 因为我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他的身上背的可不是他自己的希望 他的身上背的是老子的希望 所以呢 我没念到哈佛 你最好给我念到哈佛 我没做到CEO 你最好给我做到CEO 那好 这些事情呢 最后着落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愿不愿意呢 再说吧 可是起码老子高兴了 就是我这辈子没活到 你都帮我活完就算了 所以我给一个开朗的态度呢 就是我们其实最近常常听到这句话 叫做活在当下 什么叫做活在当下 不是叫你活在来生啊 是叫你活在此刻 叫你破釜沉舟地相信 你就只有这辈子可活而已 你不要这辈子乱活 然后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的身上去 下一代有下一代自己的人生 不归他来替你完成你没有完成的梦想 所以呢 我觉得不生孩子没有错 是因为你唯有把责任 全部都归在自己身上 我这一生的人生 就是我的责任 我要把它活好 不要故意把责任推给下一代 唯有这个健康而开朗的态度 才能够具体地做到 活在当下这件事情 我是开朗地觉得 我不生小孩 因为我更想要靠我自己 来完成我这一生 谢谢 然后 好妈妈 您的观点是 我在我大概像 微微这个岁数的时候 我极讨厌小孩 在任何公众场所看到小孩 我一定想你不要过来 你如果很想我就会瞪你 要是你妈没在看 我一定推你一把 那我就是 好恨 非常讨厌小孩 我当初也没设定我要生小孩 那缘分的关系 35岁才让我碰到我老公 那老实说当时呢 这个怀的时候还考虑要不要拿掉 因为我们想要自由 我们那时候决定要去环游世界 那现在呢 一生生了两个 一男一女挺幸福的 然后当然有时候很累的时候 你会说 为什么要生小孩 又塞不回去 但是确实 确实小孩让我 试过塞不回去 我在当下 我在当下 因为我发现大家都没生过小孩 所以你 你知道吗 生小孩的人 他是到另外一个宇宙去了 他不是在地球 所以我们呢 结婚生小孩的人跟单身的人 永远聊不来 我们讲的乐趣 我们喜欢的事 让我们哭的事情 完全那些单身的人都这样 差不多我对我猫的感情是这样吧 但是那还是不一样 我只想跟肖肖说 肖肖 你哪里像你爸爸 长相还是个性还是 我现在对她的印象好模糊 你看照片也知道 因为我的长相经过了一些修改 烦的你 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生命非常 所以现在变成像大夫 我想说的是 其实生命非常非常奇妙 当然没有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生不生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之前这么讨厌小孩的人 当这小孩在我身体里 他有了胎动 然后我听到 第一次听到他的心跳 然后我们夫妻俩 还跑到平息去放天灯 我们在天灯上面 没有写要赚大钱 没有写要成功 没有写说我要变成一线大明星 我只希望 豆豆生出来是健康的 因为那时候是最大价值 当了父母之后 我才知道自己多渺小 然后我才知道 我必须多谦卑地去对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孩子 我才懂得开始更体谅 我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掌上宝 所以 你原来到底是怎么虐待的 推他们一把 对 人肉做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奇妙的 奇葩说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听到很多 我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的事情 当高晓松说了 我告诉你有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都会耳目一新 就是我会高兴 我喜欢别人告诉我 我不太确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友情 你如果问我说 我有没有预想过有一天 我的闺蜜当中会有一号像小S这样的人物 我没有想到过 我到现在都觉得奇特 我是边走边发现 说啊 你是我闺蜜啊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好吧 就这样吧 所以我的无知只能够告诉我 我活到哪一步 我就是靠着我自己的体验去体会这件事情 而且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陪着我们肉松队的这些便友们 来迎接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们知道我连斯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 我只听懂两个字就是陪他 那你知道艾斯为什么把我当成是闺蜜 因为他非常知道我是一个个性冷淡的人 艾斯每次在康熙里面都直接讲说 你这个人这么冷漠 谁敢惹你啊 就他敢 所以他每次惹我的时候 我都感觉很绝望 我就想到全世界 有一个人敢不接小艾斯的电话 那就是我 我为什么不接 是因为我知道我接起来 我的事情就完不了了 我一旦接起来 他说什么我都得做 所以我是抱着恐惧不接 不是抱着马薇薇的傲慢不接的 我知道这个人吃定我 所以我也不会麻烦我自己去想说 你要去啊 你不去啊 你别去吧 我替你去吧 就是高小松这么有定见的人 会这样做 可是我就是一个没定见的人 我作为闺蜜我就是陪 因为他找我陪一定有原因 那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如此而已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知道我对于闺蜜的事情 无法置身事外 去见小三是命案现场 我得去探勘一下 如果我在当时不在场 我事后提供的意见都不到位 所以最好是命案发生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探勘状况 然后知道凶手是谁 尸体长得怎么样 然后慢慢地引导他 走出高小松所说的这个伤害 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不去 他非需要我不可 那我就去 去了之后造成伤害也好 我拦不住也好 然后他没有面子也好 再处理 人生很狼狈 我们就陪着一起面对这个狼狈 这就是我的立场 人生很狼狈 人生已经狼狈到 爱人都跟人出轨了 就不要再更狼狈一点的吧 咱人生不能破肝破摔吧 所以其实康永说的 跟我说的也没区别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么就不接电话 冷却你 你不接电话 他反而可能冷静 我觉得挺好 他就是在拦阻闺蜜 而不去陪 要么他说得很对 我到命案现场去看看嘛 看看那人什么呀 回来我帮你解决问题 你刚刚说回来再整理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你能整理 因为你见过他没见过 你可以挑能帮他治愈的信息 告诉他 比如说你告诉他 这哥们举得长得 根本就没法看 或者说这女的我告诉你 有味儿 那个等等 哎 你要不然 你怎么帮他治愈啊 怎么还碰得过有味儿呢 所以其实康永说的 是跟我一个意思 拦住他 第一 冷却他 第二 第三 实在不行 我先去 也不能我陪着你去 你拉我说跟你一个意思 我余有容焉我就听着 可是我跟你不是一个意思 来 我们 我先去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应该是康永哥开始 然后康永哥解辩 对方要发明一个消灭谎言的机器 我的立场是反对这个机器的诞生 人类对于真相的认知 是非常受到这个时代所限制的 而人类对于他们认为说谎的人的惩罚 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世界以宗教信仰 作为最高指导原则的时候 如果有人出来说 我们人类不是由神所创造的 我们神类是从猴子变过来的 这个人会被教廷判刑抓走 曾经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以为地球是平的 不是圆的 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认为宇宙环绕着地球而旋转 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在旋转 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人出来提出异端邪说 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是绕着太阳在转 那个人被认为在说谎 而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人 会判他行 所以人在当时提出所谓的谎言 是因为当时的人所相信的真相 并不是永恒的真相 我们现在在坐在这里所相信的真相 也不是永恒的真相 因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真相 是如此的狭窄 所以如果你逼我们 说谎言不可以存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在逼我们 把所有的假设的机会都取消 而你知道假设被取消的结果 是什么吗 江汉刚刚讲的说 欢迎你到我这个世界来 这就是一个假设 这个听起来是个谎言 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 所以贵方的立场 整个都是建立在 我们可以说谎而成立的 你们现在却要把你们能够成立的立场 给消灭掉 在我看起来是自毁长城 所以逻辑上你们不应该这么杀 你们应该好好保护自己 容许谎言的存在 做主持人真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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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 我也是 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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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